原則不太會變 就是利用馬達 它就是利用馬達 跟利用器讓它做動作 所以我們所謂的自動器 導致使它動作的機器 就是馬達跟器 這不是一般馬達吧 它是一般馬達 它是直流 在這配合 它現在有點 好 它有點爽脾氣 先移動到第三 按 我們一樣是爆炸的 一樣就是我們的真空氣盤 這動作可能有點快 因為 就是他在動作的時候 老師很不熟悉他的動作會選他一下子就結束了 那 我把它稍微跟大家做講解一下 就是這個缺口朝左跟朝右 那我們今從這個推掉桿推出來 推出來的部分種感測器會判斷 判斷他的狀態 所以基本上 激電整個 有一個核心 就是 感測器 對 感測器判斷狀態 把狀態的結果 給控制器 控制器下指定 讓這些自動器 去做下一個方法 那他是一個閉回路 就是他要一直 一直盤斷一直盤斷一直盤斷 一直盤斷一直盤斷一直盤斷 一直盤斷一直盤斷 一直盤斷一直盤斷 好那我本 移動到後面 這個 分辨 這個是塑膠跟金屬 那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方法 好 放下路線 動作很快 我當然都要再按一下 這個 沒有動啊 對 我們老師有發現 這個打印缸 我們的物件 移動這個打印缸的時候 這個打印缸有作動 移動到這邊沒有作動 到這邊就做除掉 這是塑料的材質 我們換一下清楚的材質 清楚的材質的部分 一樣 對 轉轉 轉轉 轉轉轉 它有感應到我們手的部分 我再放一次試試看 好 應該是有點狙況 對對對 再試一次 好 那果然就是應該 各位老師來之前沒有 沒有到他完成的程式 好的 他現在 好 應該會 不要緊 好 應該有